字幕 李慧琦 字幕 李慧琦 字幕 李慧琦 開始哦 拍什麼?你要賣多少? 看到沒有 阿呆 懷舊的鑰匙沒有 這一看就是什麼 HONDA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長的 雅各CRB才是長的 你如果看到HONDA 這個三角形是短的 都是喜美的 酸液 看到格西 就知道這個擁有人長什麼樣子 來來來 這邊這邊 欸 有喔 WORGEN欸 我們最愛的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看到我上次那個有沒有 要再放一次連結 大家再編一次 12萬的CAMERY WORGEN 從那個時候之後 落意不絕的WORGEN都開來了 老鷹 來來來來 HONDA OF AMERICA 滿天老鷹飛 飛了一地老鷹毛 就這個老鷹 今天這一台是這個 1992年的雅各 WORGEN 這個那時候台灣叫K5 代號叫做CB9 來來看一下這個車筒 你看以前的頭燈這麼細 我就講了嘛 手機從大慢慢做到小 再慢慢做到大 所以以前小的時候慢慢做大 現在又做小了 所以正好現在這個時代是什麼 大燈細的是最棒的 檢查一下這個內裝一下 滿乾淨的耶 而且你看它這個一看就是有整理過 它這個轉角的膠條 全部都重新整理過了 這個一看就是什麼 愛車人士 你看這後燈多漂亮 是亮的耶 這1992年的耶 這個車當初齁 南洋時期啊 台灣大概近 我預計可能大概50台左右而已 2200cc的 好啦那我們 直接去問車主要多少錢 好不好 不然這樣啊 不要每一集都說我們用C的 我們直接請車主出來 要不要 現場我就現場 讓你們直擊喊價過程 我們這次就直接把車主叫出來 現場喬 出力了 好啦車主叫來了啦 好不好看要賣多少錢 直接問一問啦好不好 我會開一個很急巴的價錢 那就是78萬的意思 差不多 好啦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來我們這個網友 今天根本就是網友見面會 小屍本身呢 會出現在我家客廳的電視螢幕前面 好險我嚇一跳 我想說我什麼時候出現在你家客廳過了 哎喲殺死勾粉 哎喲殺死勾粉這樣 沒穿褲子這樣 主要請大約來 我是要試看看說它會不會變心 知道說你已經這個呵護好一台車了 我現在再介紹另外一個妹給你認識 看可不可以燃起你那個欲望 再好好的呵護它 來來這邊這邊這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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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小白 這個是紅白湯圓的狀態 這個是原味的嘛 啊這是紅豆的 對 它現在還是戰損風啦 它保留很多原本該有的東西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改過 你知道我們這種買老車的 我們希望它盡量這個 接近原汁原味的設定 那假設今天大約你現在想要買這台車 如果是你啊 你看一台車你會從哪裡看起 我會先秤起來看底盤乾不乾 是不是五油三水這件事情 車子畢竟是要開嘛 它要能動 然後不會掉下優先 它外觀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 後面慢慢修復這樣 我先把引擎室拉開給你看 因為其實這台車我已經 把引擎室的東西完全都用好 我覺得可以讓你看一下說 我們整理好以後的情形 好然後我們這個油壓頂桿有沒有 已經GG了 揚尾 天柱變軟橋 基本上這個水箱 皮帶水管 皮帶全部都換過了 那我覺得這台車有沒有 比起你的CP9 我覺得你可以去坐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椅子 跟你的椅子 我感覺它這個車好像比較大台一點 欸差不多啦 沒有沒有沒有 它車看起來比較胖一點嘛 喔對比較胖 車長差不多 我車看起來比較扁 來來坐一下 坐一下我們的椅子 跟你的椅子比起來怎樣 椅子有比較軟嗎 啊有椅子有比較軟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知道雅哥這個 K5這一代的椅子 稍微是屬於比較硬體 然後它這個坐起來 比較像沙發一點 做起來還不錯吧 欸不錯捏 裡面你有沒有聞到那個 那個時代Toyota特有的一個香味 就老味啊 老車都看到老味 老人味就對了 不是說是梅味喔 有個淡淡的木頭香 是因為它的皮的關係還是木頭 對其實現在新車都沒有 現在新車只有塑膠味 就跟現在走到路上的女生 啊對不對 塑膠味啊 你說一些整形的這樣 那我們看後車廂 喔你還有保留 原廠的天線 我那台我就是要封掉 你看 這也是原廠 這你看是原廠 因為原廠才有附中間這個東西 專業 這個東西應該蠻多人 就是有這台車 但是不一定有車頂架 而且這車頂架 是它特規用的啦 你看 雙魚刷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一根刷不乾淨 為什麼不用兩根 這就是我們最豪邁的地方 因為我的那個刷起來 真的是就是 小小一圈這樣 對啊就小小這一圈而已 有沒有它這個兩隻 保證那裡視野很好 好我們讓它看一下後車廂 喔這後面很大耶 長吧 而且跟我一樣是可以完全躺平 來我來處理一下 而且你看以我的身形有沒有 真的有比較大耶 可不可以睡覺 可以吧 而且這個地方沒有你那台那麼突出對不對 對 這個是賣花城嘛 對啊 專業你看連賣花城都知道 它只有130幾匹而已 沒有我覺得老車不一定說 你要開多猛爆 或是什麼馬力多大這樣 我覺得老車就是一種精神 一個態度 然後跟一個語重不同 很多人都說我買太貴了 你買多少 12萬啊 賣我賣我賣我 我整理好賣你沒問題啊 不要啊整理好就不要了 整理好這個價錢我跟你講 它這個整理完以後 我覺得最少30啊 懂這個車的人 我覺得30會收真的 看你整理到多少 這個車車的數量蠻少 因為當初你那個車 南洋還要引進個50台左右 這個車當時 Toyota沒有進 沒有進 這個很稀有 台灣應該剩個位數了吧 我目前我在這一個行業20年來 我只看過4台了 這個當初比較特別一點是 它如果是3000cc的話 這邊還可以掀開之後呢 騎人座 對會有兩個位置 而且那兩個位置 是朝著後擋風玻璃這樣做的 就是跟賓士的那個 老Ecar一樣 對 但是我這台是2200的 所以當時沒有這個配備 你這個棺材可以放比較大幅 我那是放小棺材 不是通常是這樣 你像我那種長比較高的有沒有 如果棺材怕太大幅 可以考慮把它裁成兩半 這樣就可以不用那麼大 反正都要燒嗎 對反正最後都是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要讓大約來 試一下這個車開起來跟它的CP9 感覺哪裡有不一樣 讓你當一下一日車評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 感受一下嘛對不對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走我們去試車 我們現在除了要去 讓你試一下車以外有沒有 然後我要給你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 我們都是在文山區牧站那裡 對 從小在那邊混 沒有沒有講混不好聽 不會啦 我一直混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去那邊 讓你幫我們這個推薦一下 看當地有什麼你覺得好吃的東西 讓你推薦一下 好啊沒有問題 想必你一定是很熟 不用什麼魚刺乳豬那個不用喔 你真的不要那麼客氣 不會不會 對我不一定要那個 龍蝦我是就可以了喔 喔我那個龍蝦可能 我怕吃太多那個尿酸 會尿堵塵 吃一些我們那種比較在地local的東西 我們來吃這個國民美食 通班美食 不然就來去那個 我朋友媽媽開的店 到現在為止你開起來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油門蠻輕快的 然後油門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像我那個就是要踩比較深一點 那個動力才會來 然後這個低速扭力我覺得是很好的 開起來 因為方向盤 你這個也沒換過方向盤 沒有啊 就原來的啊 跟我那個一樣就是這種伺服 對啊 那時候就流行這種伺服 然後這樣胖胖的 有氣囊這樣 而且你這個還是硬的呢 有一些讓老車就是捏下去軟狗狗這樣子 好在這邊教大家一件事情 像這種軟狗狗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車友他們教我是這樣子 拿那個快竿 快竿很多上面是針頭 直接插進去 換進去它就變硬 它可以再撐一下這樣 沒錯 蠻專業的 那是我們車行在整理車 才會用的絕招 所以那個太軟握感會不好 不要看它外觀這個樣子 人氣會冷 所以我當初為什麼被網友幹翻 買那個價錢 我就覺得這車只要稍微內外翻一下 馬上又是一尾活龍 我覺得大部分現在很多人 就是會覺得 它都外表協會啦 那個外觀這樣子 好像這個漆面 說真的 你們在弄車的 你知道烤漆 便宜起來是可以很便宜的 對啊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這外面在漂漂漂亮亮 然後就會買一台車回去 漏油啦 冷氣不冷 那些東西 我剛剛有轉一下方向盤 這個是有動力方向盤的 我覺得蠻輕的 你的也有吧 有我的有 可是之前POWER有漏油過 很重 對會變很重 完老車就是怎樣 注意這個安全 然後注意這些耗材就好 而且你這個絕對是美國來的 怎麼說 這個錶 美規錶 Mine Mine的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 有時候會看不懂 但是這個很棒的是 它裡面那一圈 還要寫一圈那個公里數 因為我一開始 我這個錶原本也是美規的 開了60 就覺得我的開60而已 然後剛開始開台車的時候 就發財蠻多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媽媽接到罰單說 你罰單又來 我說沒有我都開60而已 我說了不起開70 了不起了 70就塞120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造車理念不同 對 而且我剛剛很擔心說 這個賣化成避震器 我會開不習慣 我其實比較喜歡頂扣扣的感覺 硬度比較夠的避震器的感覺 我剛剛開起來其實 它這個底盤的扎實度 其實還不錯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我們剛剛一路上 剛剛遇到施工的路上 剛剛在過那些爛路的時候 你這個底盤的沒有一音 那個回饋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的 避震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剛剛這樣開 你覺得隔音怎樣 我覺得比我好 剛剛一路上 其實如果聽到的話 這都是冷氣的聲音 對啊 我覺得這12萬買的很值得啊 你看吧 我終於遇到試貨的人了 而且還有一個酷的是什麼 看到嗎 我覺得一個很酷的是什麼東西啊 這台藍內裝 對啊 那時候流行啊 那個年代就流行啊 因為通常 現在買老車通常大部分遇到一定就是米色 然後是越曬越灰這樣 還有就是蠻大宗是紅的 紅的曬乾會變成咖啡色 反而藍內裝比較少我覺得 很有味道喔 藍內裝 我覺得你整理完喔 買的那個人肯定是 我覺得是賺到的 真的喔 我覺得一定賺到的 我跟你講 我就是有困擾這個 我每次喔 老車回來整理完 都捨不得買 放著又不常開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這人就是這樣 錢花下去喔 是小 但是你那個心思花下去以後 真的是 因為你這個開這個車想 真的在路上幾乎獨一五二了 對啊 所以你也不適合做車行嗎 對 沒錯 因為我蠻喜歡車子 就是可能如果做車行 收回來這些車 我可能就一直開 一直開 你要買啊 價錢就是要很天花板這樣 對還是有可能會賣 還是會有可能會賣 還有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是那種 你即使價錢低 但是你知道那個人會顧他 顧你這車 對 你可能就是會讓 就是沒關係我就不賺了 對 讓給你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要來看這台車 請報紙你真的 要報多一點錢 不是啊 就是誠心誠意來 也許小思真的是 會看到你的誠意 讓給你這樣子 其實玩老車是這樣 講求的是一種感覺 跟緣分 欸小思這台車多少錢 我說我們不要談錢 我們都談遠 對 對 就跟我那個一樣同個年份吧 九二 當初就是對手 馬力又差不多 而且他第一轉就是就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省油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應該比我那個省油 你開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有 對 因為像我自己開那個車 我基本上轉速是落在五千兩千這樣 夭屈我 你是高轉的 你硬要把VTEC吹下去就對了 可是因為兩個牌子的造車工藝是不一樣的 對啦 訴求不一樣 我那個車就是一定 轉速要甩上去才過癮 這個車它是其實 時速大概70以前 做得很好開 油門差一點 怎麼那麼鬆 對 吹一下就動了 尤其我們開車很會知道 滿載跟一個人開 開起來的重量感覺不太一樣 對我現在沒有感覺到好像有載 因為後面沒有來說話 所以我就會覺得好像沒有載 其實我們整車是滿的好不好 我們已經開到動物園了 還是我們把車停運走過去 好可以 沒關係我們去讀讀音樂 又有這個人 跟我一樣不甘願的 對 就是停車場B1一定要擠到緊繃 真的不行才要去B2 這裡也有 我跟你講平常我們都有做好事 我也有一個 比較不會是我很不會停 所以 你這個車我就立刻會考驗我 到底會不會停 不會啦這個位置OK 你下次可以停 可以看看我到底會不會停 欸你的車有沒有倒車雷達 你是顯影 我是顯影 我沒有坐雷達 因為我覺得雷達有點吵 人肉雷達 好像真的快撞到 因為我看後照鏡真的越來越好 對啊 所以我直接逼啊 我知道快撞到 因為我在看 好那等一下我們吃飽飯有沒有 看他有沒有直接買單 把這台車弄走 走我們去吃飯 你知道為什麼會推進這些嗎 第一個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食材都從哪來 這是我朋友媽媽開的 然後我很常來這邊吃東西 它像它控米粉湯的湯底 本身不是早上現好 所以你最喜歡吃這邊的是什麼 我覺得滷肉飯不錯 滷肉飯一種媽媽的味道 油飯也很好吃 有時候我餓的時候就會吃兩碗 你可以各個點一碗小 有時候又會太飽 嘿嘿嘿 波 然後米粉湯我就可以來一碗 然後你要滷肉飯 我在想我要滷肉飯 油飯 它的油飯是上面有放甜辣醬跟肉菜 偷選 我有時候通常是覺得 就花一台 是假的這樣一喔 以前啦 然後或是一群非南方來的那種 或是那種 其實都很不錯啦 只是我很怕就是 我們兩個吃不完 你是會吃青菜的人嗎 雞絲涼粉 燙青菜要點 我跟你講它這個青菜也是 他們家自己種 是假的 沒有這個偷懶 我們認識很久 真的啦 他們家的畢蛋啊 我都知道 我記得你不是剛發專輯嗎 什麼時候 發行 其實我訂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訂 我其實 幹嘛 我心裡很開心 我來給粉絲朋友應該沒關係吧 當然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對啊 好不好到時候請他簽個名 我們來辦個抽獎給我們的粉絲朋友 因為抽專輯還好嘛 抽車子就比較硬 對對對 你怎麼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看跟你做的員工都很開心 對然後他們就是可能有時候透露出 我非常喜歡 我看你就二話不說拍個節目 對啊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很棒嗎 你想想看你自己做音樂 對做音樂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小時候其實我也沒有想過說 可以靠這個東西賺錢養活自己 到現在它竟然可以讓我吃得胖胖的這樣 過得爽爽了 好開心啊 這個心路歷程跟我很像 我們小時候 前面苦歸苦 我為了要維持這樣的興趣這樣的生活 我想盡辦法去打工也好 去公立也好 為了完成這個夢想 對 我小時候也沒想到啊 我都對車人有興趣 哇看汽車雜誌 然後每天那夢想 幻想說我哪一天才可以 擁有自己的車 或是擁有自己的幻想車 所以以前有看Option 都買啊 以前的雜誌就是跟同學有沒有 一出刊的時候 因為它太多有三四種 你確定不是什麼翡翠什麼那種 龍虎豹 你確定是汽車雜誌 然後我們就一人買個一兩間 然後交換看 我想交換看 也沒有想到說 長大可以接觸這麼多車 跟車每天工作更多 圍舞 超爽 這是專輯這首歌啊 十首歌 然後很趣味的是 我原本是要收九首歌 但是 我有一個老大哥 叫做MC哈洞 樂龍 他知道說我只要收九首的時候 他就打這樣聽我說 他真的不考慮收十首 因為我之前前面有寫 也要寫一些歌 可是我覺得那一歌 放進來這樣專輯裡面 硬要湊十首我覺得 那個感覺不太對 我覺得這九首 他們現在的狀態很舒服 對 可是他就打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說要不要收十首 我說可是過幾天 我要交那個後製母帶出去 然後他說沒關係 就這兩下天 我們就來搞這件事情 他說我挺你 我們去錄音室 然後他就現場喬起來這樣 我們就是現場弄 然後他也是肯挺我 就直接feature我 他就是包戲一段 就真的是在玩音樂 沒有壓力 他就是覺得說 心態冷靜下來 我們就來想 現在我們想寫什麼 這首歌叫苦天樂 很苦的苦 寫給大家一個 可以去欣賞看 到時候我要自己留持張相 好不好 這個滷後飯 你常吃對不對 對啊 他有沒有比你做的好吃 當然沒有啊 我那個就是 中間過程有一些步驟 沒有完全達到 例如說要靜置一個晚上 這件事情就沒有 因為為他拍電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 帶這種肥肉 肥肉的 這是他們手切的 你看他有大有小 這個手切的 那我不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直接處理囉 剛剛一上來 我最想吃的 雞翅涼瓶 這一定有 這還是這種 黑白切店裡面的大材 夏天吃我覺得很清爽 我有時候是會 還是故意跟他想說 我要雞翅涼瓶 不要雞翅 為什麼不要雞翅涼瓶 我想吃小黃瓜 你看 還可以客製化 不行啊 他不會理我啦 生意很忙的啦 一個媽媽就出來做的 對 所以很多事情 你可能不能要求到 他說要很專業的 可是他就是把他家裡 對他小孩的那一份心 做出來 那只是我從國小玩到現在的朋友 我基本上我周遭的朋友 比較親近的 都是國小玩到現在 所以你這個 真的也算 交到朋友都會 蠻持久的 我這個很講感覺 對女人也一樣 不是說你今天 哪一大 一五大人 就一飛砲很不可 因為我覺得人與女人之間 你要相處久 感覺最重要 那真的跟我很講 我看到小姐 我都去跟他講小姐 你給我感覺不錯 有沒有我都去跟他講 你給我感覺不錯 不是感 感覺 感覺不錯 對 對啊 我都會跟小姐這樣講 你剛才嚇到我了 你這個裡面跟我滿像的 對不對 我也是這樣 我都很想感覺 我任何事情 其實都講感覺 就這樣 我跟你從來沒有見過面 可是 因為大家有看過我其他訪問 今天就是 來之前他跟我說 大人很害羞 誰講 你們那個計畫之類 適合視衛生的小女孩 我們兩個為了這一餐 早上到現在都沒吃東西 這是職業傷害 而且 其實我平常會點更多 有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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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個念書的時候 店門口都會有一台八材車賣油飯 配備要一個要有醬 第二個要有這個 這是白菜是不是還是 對 白菜菸 每間學校門口 一定有一間八材車在賣場 沒有 那間學校就不稱為學校 難怪我們也不夠吃 我愛吃油飯 超愛吃油飯 它是滷味滷的 很好吃 然後它的這個 醬油膏是那種 稍微帶一點甜甜的 然後不是那種 吃完會覺得很鹹的那一種 其實我覺得這種 小店啊 它的醬油膏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帶出這個食物的精神 就是我就騎Cocoro就來啦 就是有時候已經看到我在路上 就是騎Cocoro這樣 在那邊Rosso這樣 還沒有組一個Cocoro車隊 叫Rosso 真的假的 你知道我是模仿Cocoro界的橋組 我有看過啦 我知道 你用紙給大家看一下 那是我們那台沒有這個聲音啊 我關掉了 我覺得那個聲音太害羞 但是那個真的是安全 尤其是晚上晚上都是安全 就像現在有一些電動車做得很安靜 它用一些模擬聲浪 要不然你真的有時候喔 你在那邊等行人過馬路行人 還不知道你來 那其實有點危險 像這裡面有一種叫 過得爽爽 而且我其實蠻喜歡開山路 因為我覺得 開山路會有一種 可以忘掉任何事情 不是說你要開多快多狠多厲害 是因為山路其實很崎嶇的危險 跟人聲一樣 就是有高有低 有過得順過得不順 對過順過不順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 就是在山路上 我有發現 跟人家比拼的感覺 你的歌很多都跟車友有關係 像我會去注意一些 比如說歌也好啊 歌什麼都不管 它的內容裡面 因為我們做這個行業 只要看到跟車有關係 都會特別去注意 那我發現它的那個歌裡面 很多提到車 二手車 然後甚至它的CP9 也很多支MV其實車都有在裡面 對我是真的因為這個開始關注 我影片裡面以前也覺得 AMG我開大的有沒有 我還是很喜歡AMG啊 對阿 我開大的 那我是因為這一句歌詞才開始 就是 欸怎麼會有人這個 把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常會 朋友之間常在聊 AMG啊 他開什麼什麼 那種車的東西竟然寫到歌裡面 我是覺得特別有感覺 欸原本在有歌的補歌 一個是想賓士AMG 但我覺得補夠Local 我覺得要接低 因為從小到大 就會有一種 木炸村莊那個 誰開麵爐啊 對對對 哇你在外面賺什麼 對 幹什麼大事 所以就覺得一定要開麵爐進來 所以應該用麵爐這個詞 麵爐是日文嗎還是 麵爐應該是台式日文 以前因為台灣有日劇時代 那賓士剛開始 很多我們的上一代 有受過日本教育 那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車的 那個專有名詞 其實都是日文翻台語 我知道 胡拉吉 阿吉巴 對對那都是日文翻台語 可是這樣特別親切 特別有感覺 我覺得有一個很獨特的 像這種在地文化 只有我們有而已 所以我覺得歌跟車一樣 也是有情感連結跟文化連結 因為我覺得 我書沒有讀到很多 認識的字沒有到 沒有沒有 該認識都會認識 我說就是 你造詞不會用到很深啊 文言文那種東西 反而這樣最好 所以我就只能去講 生活上的事情 所以你看啊 我的頻道會喜歡看的 這些觀眾朋友 也都是覺得說 我們自己在講話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聊了一整天 就是這樣在聊 有感覺出來 不是說鏡頭沒在拍的時候 啊 小青星夾著小雞雞 有沒有 他鏡頭下來 啊 雕跟菸在那邊這樣 我們沒有在那樣子的 私底下跟真的就是這樣 螢幕前都一樣 小雞雞沒有在夾 好不好 對 我也蠻感謝你 就是讓我來 上演節目 就是宣傳一下我的專輯 我比較沾光 我比較沾光 主要是 交到你這個環境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聊車會聊不完 我都聊到 我自己 其實是來宣傳這幾天 我都聊到 然後我忘記這件事情了 好險我有提醒 然後我助理就走過來旁邊說 記得多講一下 你要賣專輯 會會會 放心沒問題 我從頭到尾 我就把你專輯迷信打在上面 從頭到尾都宣傳 沒關係啊 啊不然就是怎樣 這次宣傳不到 下次都來宣傳 那個時當專輯以來 我再處理一下 我都迫不及他拿到 結果說5月20號才拿到 可惡 其實我有一個國工同學 在做唱片 也住在墨沙克林 一個叫技嘉松的 好我是好 業界算老師喔 哇他是老師喔 對啊我們這一行 只要不認識我們不是用老師 好用老師 難怪你叫我小獅老師 抓到 馬上抓包 我覺得上次 你知道我的IG在那邊留言 我就留小獅老師你好 他說不要叫我老師 我是小獅 我是小獅 我想說也太客氣了吧 可是他肢底下是真的就蠻客氣的 他螢幕前面給人家覺得他很發氣 有沒有 有嗎 不是你知道為什麼會那個樣子嗎 因為很有態度啊 不是我臉比較多 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他就垮下來 不是我臉想臭 其實老舍本來就是個態度 對啊沒有錯吧 講到這個就是 又想講一下專輯 講啊 就是我也想讓大家感受到 嘻哈不同的一面 很多人不認識嘻哈的時候 會覺得嘻哈一定要 罵髒話啊 對然後表人家什麼的 但是嘻哈也是可以很有生活 然後聽起來沒有壓力的 很舒服的 對就是我這張專輯 想要傳達給大家的感覺 我覺得音樂的確是一個會 有一個時代的代表性 我也是希望就是可以 這不管若干年後都會記得 我也是很希望就是我的音樂 可以一直陪伴高山的同學們 一路到他們有三高 原來是這樣 從高山到他有三高 你可以從高山開始喜歡我 然後喜歡到你有三高 三高而已 真的啊因為我覺得他有一些時代的意義 像我的那個時代就是那個 十三號天使的時代 一千塊給他笑 兩千塊我不要 三千塊開始笑 四千塊給我光報 那是我國中我也 那是你國中嗎 更小吧 你應該更小啦 因為那個是大概我高中的時候啊 欸拜託我們差十歲耶 你看有沒有想到 竟然跟他坐在這邊吃飯 人生就是這樣 因為車子的關係吧 與車會有與哥會有 所以預計之後MV還會一直上嗎 對會 如果是這時候發配的話 應該後面大概會有個兩次吧 我現在就是到處跟人家借錢看MV啊 好氣勒 為什麼大家就覺得後來 因為我會這樣講 就是故意要讓大家 一直看我MV 觀看日月高 我對著去跟人家談借錢的事情 欸真的欸大家支持一下 不是啦 不過還是要支持一下 像我個人就看了至少二十次以上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看二十次對不對 你看只要有一萬人一起看二十次的話 我就有兩百萬耶 很簡單啊 兩百萬對你來講困難嗎 三十三十三 你真的有在聽耶 我有在聽啊 我從木曜那時候 我就知道這首歌啦 好有感覺喔 我跟你講啦 以前做音樂的 大家都會覺得 你如果沒有背景 你沒有什麼 你慢慢看看有沒有辦事 我們剛剛一聊 以前我們也是經歷過那種 比較辛苦的事情 好在現在我們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的支持 那我們就可以堅持 一直做下去 我們不要忘記書中就好了 然後他說 結識這種朋友 動不動就是先買十張 要送人家這樣子 欸不要講 十張我覺得很丟臉 動不動就買了幾百張的朋友 啊你這樣講我又沒買 但他又被人家講 我本來以為他會上道一點說 我在家 十張給你 沒問題 沒有 開玩笑的 你不要看大淵這樣 幹大事的人 他很節儉 欸我這樣把你的事 講出來 有沒有關係 你看我那個改車的方式 你就感受到 他剛剛跟我講說 我這個車頂駕用集星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跟你講很貴耶 那個原廠的喔 要多少錢 我說多貴 一萬五 那我不多嗎 你幹大事的人欸 錢沒有不見 他只是換成你喜歡的樣子 每天出現在你的生活裡 例如車頂行李駕原廠 但是因為我改車啊 比較麻煩 我不是說今天想改什麼啊 拿錢出來的話 我還要再回去跟我公司會計講 因為下次去拿零用錢的概念 是喔 對 他幫我把錢都存起來 不過這樣真的還不錯啦 實際上真的就是 感覺起來 不是我想像中的 饒舌歌手在那邊撒錢啊 沒有 拿一個槍在那邊撒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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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啦 差地要一直射啊有沒有 因為你今天如果開始耍的話 你這一輩子就要一直耍下去 我覺得太累很辛苦 那不是我 那不是本人 本來的我 對就像你今天開一個很好的車 開一個 G63號 下個月被人家倒會 然後那台車可能就變賣了 換開一台雅歌 那你其他的 平常認識你這些兄弟姊妹們 就會覺得過不好了 所以你要一直撐著 對一直撐著 我覺得那不是我啊 我覺得人生有高有低 對 這真的跟他的專輯理念很像 就是比較親近社會大眾一些歌詞 講真的 常常在裡面出現的一些老舌歌一些歌詞 好像就是他泳池一大堆辣麵在那邊玩水 然後錢這樣灑 這樣那也是真實的生活啊 真的嗎 他什麼時候要揪我一下 什麼時候要揪我一下 我幫你把我的形象說到好戴好的 那一種的也是我真實的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不過是 的確是真的 跟我還沒有跟他見到面之前的想像 真的落差我坦白說是蠻大的 我剛剛想的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媽很有態度 媽很帥啊 金牌連很大條的啊 金牌連很糟糕的啊 可是我覺得是以下他那個親民 跟他專輯的訴求 我覺得這次專輯的訴求其實是 非常僵侍 非常的雷同 所以最後我們再讓你這個 跟粉絲朋友分享一下這次專輯的資訊 呃 會在這裡 啊幹 欸 直接考驗我們後製就對了 沒有 我們給我給你講 這樣比較簡單 他不用記 不加連結 然後訂閱的頻道 該訂閱的 然後看一下放哪裡 現在這樣子比較快 要花多一點時間宣傳 啊其實剛才也宣傳很多 不會啦 還是給大家看說 我們自己下吃吃喝喝 然後聊聊我們自己下 每天我們都會經歷的碰到的一些東西 人也好 車也好 食物也好 我們今天這個米粉湯的資訊 也可以來嘗嘗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給過 真的東西也不貴 我剛剛看他家木屌真的是蠻親民 跟他的歌一樣 跟他的歌一樣 對 親民 啊 動了我動了我動了 你今天換別的地方 我不一定照得住 可以啦可以啦 OK的 你把你的另外一面拿出來 金牌連你掛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這種處理的下次見啦 好吃耶 我要繼續吃了 一直聊天 不然好好享受美食 還很遠喔 欸還很遠 哈哈哈哈哈哈 欸 我們這真的是實境秀 我們在半台 半台車還在外面 有沒有看到 我真的不會 我真的不太會停車 沒關係 因為像我開車的人 他說車子要往前開就好啦 幹嘛要停車呢 那個人就是瘦子 因為他是美規關係 所以他後照鏡子會有放大效果 啊我自己本身不喜歡那樣 我全部都改成1比1的那個 對啊 因為有時候距離會抓不穩 對 因為他那個就是要讓你害怕 不敢超車 我啦 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子 像我就很想把我的方向燈改成那種 三塊這樣子啊 很急速這樣 這樣人家就會讓你 會嗎 覺得我很急我要換車道 我通常看到那種燈我會讓人家 喔是喔 但是通常那個你只要是方向燈燒掉 他就會變這樣子 喔對燒掉一顆他就會變 那個不用改 那個不用改 那我們現在往哪邊走 直走 走